好,各位骑友大家好,这番棋是8月19号进行的一盘网棋 由黑方,孤子豪对战白方,生命军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黑棋新小木,白棋二连心,之后黑棋点脚掏空 然后白棋挂脚,黑棋小尖,白棋X2 这个都是正常的下法 黑棋手脚,白棋分头,破坏黑棋右边的模样 然后黑棋B柱,白棋X2 左上角,黑棋再点33,选择最为简单的一个定式下法 之后黑棋坚定,白棋单长 白棋右边这里立要拆,而且已经被黑棋逼住了 所以说接下来,黑棋有这个二路点破眼的手段 白棋是没有安定的 不过现在黑棋不用着急,还有价值更大的地方 实战黑棋靠完咒长,也是想在左边为空 这里黑棋的头昂出来的话,那上方这手贴住就非常重要了 再被黑棋走到,这里的空就更加立体了 所以说白棋实战,马上飞过来,压缩黑棋的空 同时瞄着左边最受飞压 不过现在黑棋也不可能再补了 因为白棋飞,黑棋如果说再补一手的话 白棋先手便宜 而且黑棋这里的空就显得比较扁 就算左边被白棋飞压的话,黑棋靠出 这朵花肯定不至于死掉 所以说现在黑棋要走其他地方 我们可以注意到左下角这里白棋是个软头 但是黑棋如果说随手拐住的话是不便宜的 因为跟白棋长一个交换 那黑棋再往下打住就更加容易被封锁了 而且黑棋这里走后意义并不大 因为刚好可以被白棋上方这手小飞限制住 所以说黑棋也没有往这交换 而是直接打入 黑棋的这个选点非常靠近白棋的这个拆 一方面是想威胁这块棋 还有就是保留左边这里可以拆边的余地 之后白棋贴住,黑棋扳 白棋要是反扳的话,黑棋长一个 这个反而在帮助黑棋补棋 这个锻炼就已经补好了 白棋外面还有锻炼要补 所以说白棋选择断,黑棋挺头 白棋冲完之后跳出 黑棋大吃,白棋长,黑棋再双一个补棋 白棋这种壳子的话,跑肯定是跑不掉了 做活也不太可能 主要就是想保留一些味道 以后白棋往这儿逼住非常严厉 首先多了这壳子的接应 白棋可以往路拐回 黑棋要是踢下来的话 那白棋以后往旁边跳一个 也可以把黑棋的这朵花分断 所以说这手棋是非常厉害的 不过现在白棋下方这块还没有安定 外面还有这个冲断的问题 所以说白棋先往脚上扳 然后拆边补棋,顺势加攻黑棋 黑棋靠压在这里腾罗 同时想让白棋变得更加重复 白棋搬,黑棋联络 下方的这个断点呢 白棋就不着急补了 接下来就看白棋先往哪边动手 很显然下方现在是主战场 如果说白棋走其他地方的话 被黑棋先往这儿震头 那黑棋下面这三颗子已经跑出来了 白棋的这个拆二还要继续做活 黑棋外面这样一通搜刮 白棋不仅是位置非常扁 而且黑棋外面连成一片 这里也可以形成潜力 所以说实战白棋还是往右边点 想在这里多一些借用 黑棋如果说爬回的话呢 白棋便宜了 以后再往前尝 黑棋还得继续跟着用 白棋右边这里多一堵围墙 对于黑棋下方这三颗子威胁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黑棋就不能忍了 选择反击 靠出 黑棋的意图就在于 如果说白棋搬了黑棋联络 白棋总不能被黑棋搬头 不然的话右边就全部被包进去了 白棋挺头的话 以后黑棋还有综合路夹的手段 可以搜刮白棋的眼位 白棋就显得非常的局促 然后右边交换完之后 黑棋可以往下方这里飞压 飞压完之后再震头 白棋做活 黑棋就不是在右边这里补齐的问题了 是直接可以跳出 把白棋侵吞 那黑棋的效率是非常高的 所以说白棋也是洞穿了黑棋的意图 白棋就穿下来 一边掏空 一边把黑棋分段 之后黑棋顶住 白棋选择二路利 利在这里的话 主要是眼位更好 然后以后像二路这里 可能还存在这个联络 接下来黑棋虎一个不断 因为白棋 右边掌壳子 以及下方这个拆二 现在很容易被黑棋分开 形成长药攻击 所以说白棋肯定要先出头 但是至于这个悬点的话 就值得斟酌了 如果说白棋跳一个 那离右边掌壳子就比较远 黑棋可以直接把白棋分段 这样一手棋可能就把白棋吃掉了 效率也是非常高 白棋要吃住下方这三颗黑子的话 那外面这个缺口还要再花一手棋去补 黑棋就可以拖先再走其他地方 这个转换黑棋并不亏 而且我们注意到 一旦黑棋右边这里全部安定的话 白棋右上角这块棋就显得非常单薄了 以后黑棋继续缩小白棋的眼位 白棋也是不活的 所以说 实战白棋还是往右边飞 更加靠近这两颗子 方便联络 下一手棋 黑棋最佳的选择就是穿香眼 这个本身就是白棋棋型的弱点 而且马上就要冲断白棋 白棋顶住补棋的话 黑棋往下贴住 这样的话 黑棋下方这块差不多就活了 这个价值是非常大的 脚上这块棋的话也不用担心 白棋阿鲁飞 黑棋虎一个 还有这种阿鲁断的手段 并且如果说白棋 先把右边这种颗子出头的话 黑棋往路跳 脚上就活干净了 右边这块棋 白棋再飞风 黑棋还是可以飞出来 刚好凑一个步调跑出来 黑棋的节奏也非常不错 这样三块棋都可以处理好 实战黑棋选择跟着飞 那白棋飞出 黑棋还是有些麻烦的 首先这个地方直接冲断不成立 白棋往路搬的话 黑棋外面弃紧 这个冲白棋一路度过打持 再往路虎一个 黑棋冲不断白棋 所以说实战 黑棋为了把白棋断开 先往路搬 紧住白棋的气 然后再冲断 看上去非常妙 但是实际的这个效果并不理想 因为白棋二路打拔 黑棋还要后手组都 白棋再往这尖顶的话 黑棋这里的气是非常紧的 而且黑棋不能考虑的 就是往这里冲出来打持 白棋右边这几颗杆子 是完全可以气掉的 关键是白棋往路虎一个 黑棋脚上全死的话 这个转换黑棋亏大了 目数损失的非常多 所以说这种转换黑棋不能考虑 那如果说黑棋直接挡住的话 白棋断 黑棋外面这两颗子气紧 只有猴出来长气 白棋可以先往上拐住 扳先手 然后再比顶 把黑棋全部包进去 这里滚包 黑棋被打成一团 那白棋外面就先手 形成了一道包围圈 这样的话下方再补一手 黑棋就全部被侵吞了 这个目数损失的是非常大的 然后白棋右边这块棋的话 还没有完全死掉 黑棋如果说不补 被白棋往这儿搬住作业 黑棋也是非常难下 所以说这个地方 黑棋已经不能继续跟白棋纠缠了 只有选择转换 往脚上虎一个做活 那白棋贴住 把这两颗子吃通 现在黑棋是非常难下了 右边白棋吃通的话 就完全没有后顾之忧了 那等于说黑棋右边这块棋不活 要继续逃跑 脚上这里不补的话 白棋以后往而入力 还有通搜刮 然后下方这块棋现在也不活 而且处在白棋的包围圈之内 所以说现在黑棋的这个局势 非常不利 然后黑棋往下搬先手 现在脚上补棋 那白棋就先把右边逃跑 白棋跑的话 黑棋这块孤棋也只能继续跑 白棋再往上跳一个 并且像这个棋型 白棋联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黑棋点过来之后 白棋就直接切断 黑棋不行 实战黑棋爬一个 然后往二路飞 白棋左边飞压 还是发动这个手段 黑棋靠出 白棋扳 黑棋脚上力 交换一手 然后冲出来 白棋冲断 黑棋再断 接下来白棋的选择就非常多了 比方说往这儿飞 这样的话 上方打吃 黑棋要被吃通 只有长气 白棋再贴住 左边黑棋这两颗子弃紧 还有断点 黑棋要补 这样的话 白棋就可以把这里先手包扎住 然后再往下补一手的话 黑棋下方这几颗子 基本上也就死掉了 出头的话 白棋可以直接正头 黑棋也跑不了 并且白棋如果说下的更加细腻一些 也可以先往右边并一个 防止黑棋往这儿靠住 压缩白棋的空 并一个之后 上方这里还有这个跨段 可以把黑棋包进去 然后再往下方补棋 这样吃的目数更多 实战白棋就非常直接 往这儿打吃完之后 直接就这样扭扬头 虽然说扭不掉黑棋 但是可以直接打吃穿出来 把左边的黑棋分段 接下来黑棋往下拐头 下一手棋 白棋单瞻不太好 这手棋走缓了 白棋应该选择扳住 虽然说左边这里有一个双打吃 但是黑棋是来不及提的 提的话白棋往下补一手 那黑棋下方还是死掉了 只要这块棋死掉 黑棋就不满意 这个目数损失太大 那如果说黑棋直接往下穿枪眼 这里掏空的话 白棋可以往左边瞻 还是可以把这里全部补好 黑棋外面这里打吃 白棋又反打 然后挺头 首先黑棋两边被分段的话 左上角这朵花 再被白棋贴下去 那黑棋就死掉了 然后外面虽然说黑棋拔了一朵花 但是还没有完全活 下方这块也不活 右边也不活 等于说黑棋好几块 姑棋需要处理 那黑棋麻烦就大了 所以说白棋应该往这儿搬 这个更加犀利 实战白棋单瞻的话 被黑棋多尝到这一下 对于以后下方这里的定型 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而且黑棋外面更厚了 也关系到这里的后保 之后黑棋左边断吃这颗子 把上方这块棋连通 白棋拐头 黑棋再往这穿枪眼 接下来白棋为了吃住这一块 还是选择往左边贴住 黑棋再长 但是白棋不能继续走了 不然的话 右边这两颗棋筋被黑棋连回 那白棋被分段的话 两边都不活 所以说打持补棋 黑棋再飞出 白棋之前如果说就往旁边搬头的话 这个是非常简明的 现在被黑棋飞出 白棋如果说封不住的话 这里很容易落空 而且这个地方白棋已经不太好分段了 靠住的话 黑棋长 白棋飞出 虽然说黑棋也冲不断白棋 但是黑棋跳一个就可以寻求联络了 实战白棋尖顶 黑棋先往右边点次 这个也是一个好次序 以后可能点不到这一下 白棋提 然后黑棋联络 白棋冲 先手 黑棋沾 之后白棋往这儿 虎一个是比较过分的 这个地方 AI建议还是白棋 直接逃跑算了 逃跑的话 黑棋连回 那白棋往中间 这里飞一个 不但是可以寻求联络 而且同时威胁到黑棋下方这一串 还有右边这块棋 黑棋在下方补棋 那右边要被封锁 黑棋往右边 这里搬完之后 然后从二路渡过的话 虽然说木树稍微便宜了一点 但是下方白棋成一个 黑棋这一串被吃掉 损失也是挺大的 所以说白棋可以直接逃跑 实战白棋 虎一个 还是想把黑棋闷进去 那这个地方就要形成对杀了 黑棋搬 白棋冲 接下来黑棋 还是应该选择拐头 拐头的话 白棋断打 黑棋沾 外面还有个双打尺 黑棋随时可以直接逃跑 然后白棋往路拖 想要长期 缩小黑棋眼位的话 黑棋可以胀 搬完之后沾 白棋往路夹 黑棋就足足 右边这里白棋是连不回去的 长的话 黑棋还可以冲下来 直接把白棋断开 所以说正黑棋 肯定要比实战好 实战黑棋打尺的话 主要是给了白棋机会 白棋现在就可以冲出来 冲出来之后 往这直接联络 黑棋我们刚才说到如果说在右边补棋 那下方这一串会被白棋吃住 这个木树也是挺多的 这里连回的话 那白棋往脚上这里靠住 然后直接往二路跳一个连回 这样的话 黑棋的这个后门也就被白棋堵住了 那黑棋在往上打吃破眼 白棋虎一个 黑棋脚上也来不及补了 因为右边这块孤棋 现在还没有逃跑 黑棋跑的话 脚控已经损失的非常多了 所以说这样下的话白棋的木树是非常便宜的 实战白棋并没有往前冲 而是单站 那黑棋还是可以把头闷住 接下来白棋断打先手 往二路小间扩大眼威 黑棋挡住 白棋扳 黑棋断 白棋再联络 那就看这里的对杀了 之后黑棋一路扳 缩小眼威 白棋往二路小间 黑棋一路扳 足度 白棋打吃完之后 黑棋站 白棋断 收棋 然后黑棋先往这断一下 断完之后 打吃破眼 接下来如果说白棋直接跑出这壳子的话 那黑棋就不断 白棋挤一个黑棋提 这里找结材的话 白棋提过来 黑棋还可以往这挤 然后白棋打吃 如果说走成这样一个定型 就看黑棋的选择了 如果直接粘的话 那白棋收棋 就等于说 这块棋整体被白棋卷进来 然后再拼这里的结针 黑棋如果说直接提结的话 那白棋还有个后门 实在不行的话 可以提掉这壳壳子 把这个尾巴逃跑 这样收棋就多了一些变数 实战白棋直接往左边挤一个 那黑棋先提结 白棋上方跨端 其实这个地方 对于黑棋来说 完全可以选择消结 消结的话 下方这里的幕术还挺大的 白棋虽然说 可以吃住右边 黑棋这一块 但是黑棋 像脚上这里 阿璐半瞻 先手 然后外面长一个 还是有一通搜刮 这个转换 黑棋是便宜的 而且现在黑棋的局势 还非常不错 实战黑棋 还是没有在这儿补齐 而是跟着硬 冲断 然后白棋来提结 黑棋往左上角 二路点一个 白棋补齐 黑棋再提过来 之后白棋继续在右边找结材 断 黑棋打持 白棋再提 然后黑棋往右边 虎一个 这个地方也是想要缩小白棋的眼位 影响白棋这条大龙的死活 那白棋先往上打持 黑棋站 这个地方白棋没有选择斩结 如果说斩结的话 黑棋下方这块棋就已经死掉了 因为白棋可以先往路段 长气 然后冲完之后 贴下去 这样黑棋收气的话不如气 不过黑棋虽然说这块棋死掉了 但是往上方长一个 这里白棋不补的话 被黑棋往一路打破眼 那白棋整个右下角大龙不活 所以说这手棋是个先手 白棋还要后手补棋 黑棋再往上小肩的话 那白棋右边这块要死掉 这个损失的目数也是挺大的 所以说当黑棋站的时候 白棋还是搬住继续作眼 同时缩小黑棋的眼位 黑棋如果说顶住的话 这只眼就保住了 但是对于白棋的联络 没有太大的影响 所以说黑棋实战先断 付出的代价就是 被白棋往这顶住 先手破眼 但是黑棋接下来 可以打吃到这一下 然后把白棋右边这块断开 之后黑棋打吃 先破眼 然后再往中间冲一个 不过这个地方 黑棋的判断是出现了失误 黑棋可能是认为 仗交换之后 白棋往下粘节 后续能吃掉右边这块 但是这个地方白棋 沾上之后 黑棋是吃不了的 首先白棋沾结 黑棋如果说继续在下方收起 白棋打出完之后贴住 黑棋沾白棋打 黑棋刚好卖一棋 所以说沾上之后 黑棋下方这一块就已经死掉了 这个木树损失非常多的 然后黑棋往上虎一个 想把白棋两边分开 白棋选择的是往这碰一个 如果说白棋虎一个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变化 黑棋搬白棋断打完之后 二路搬先手 断打再提 黑棋打吃 白棋是不用通过拼这个结针 来让右边火起的 因为白棋往一路挡住 是个先手 旁边这里再打吃 黑棋接不归 黑棋站上的话 白棋直接往一路左眼 这里可以进火 所以说这个结 对于白棋右边的死活 不产生影响 最多也就是黑棋 把外面这一块断吃 我们来看实战 白棋选择靠住 黑棋长一个 然后白棋单瞻 黑棋往上方联络 那这样的话 白棋就可以直接连回了 这个地方如果说白棋 非常着急的联络 效率会比较低 主要是被黑棋搬在二路的话 黑棋的角控就全部为牢了 白棋这样一串单关连回 可能白棋觉得不满意 所以说实战 白棋点脚 黑棋瞻 然后白棋二路搬 这样目数更好一点 黑棋如果说搬下来的话 那白棋断打 黑棋站 白棋可以往二路打吃 反打这里也没有棋 白棋可以全部连通 实战黑棋冲断 然后白棋还是先把外面逃跑 因为脚伤还是出不了棋 黑棋要是搬下来 然后往二路夹一个 打吃的话 白棋可以提 黑棋再打吃 刚才我们说到白棋 往这挡住先手 黑棋补掉这里的接不归 白棋就两眼活 所以说这里完全不用担心 接下来就看上方这里 黑棋能不能吃住这一块 现在黑棋的目数是不太够的 那就是因为下方这块棋死掉了 脚上这块白棋 黑棋又没有吃掉 实战黑棋往这点一个 想要分段白棋 白棋靠完之后长 黑棋再长一个 白棋往上夹 这个地方如果说黑棋粘的话 白棋是可以度过的 再冲白棋单长 这里也没有办法把白棋冲断 实战黑棋往左边冲 白棋猴出来 黑棋也舍不得往这冲断 不然的话 上面这两颗子 先被白棋断吃 然后白棋就这样贴住 简单定型 黑棋就算围住中间的空 这个全盘的空也不够 所以说黑棋单粘 然后白棋粘上 黑棋再往上小间 白棋贴住 全部联络 之后这个地方 如果说黑棋往上冲的话 白棋可以这样打 打的话黑棋不能沾 沾的话白棋连回 冲下去的话 白棋提一个先手 再往这团住 上面要求度过 然后外面可以坐眼 所以说 现在黑棋也杀不了白棋 实战 黑棋往脚上这里扳 还是按照刚才的定型 白棋往这团住 也是一样的 黑棋站在外面 白棋就直接打吃 坐眼火棋 实战 黑棋往左上脚挤一个 这个地方有一个小陷阱 就是希望白棋往这断打 这样的话 白棋自警一气 黑棋再往上冲的话 白棋如果说这样走 黑棋再冲 白棋打吃的话 黑棋再冲下去 这个地方白棋又来不及提了 提的话 上面这四颗子 要被黑棋吃掉 这个是黑棋的一个陷阱 那也直接被白棋看穿了 白棋就从一路打 然后黑棋反打 白棋提 之后黑棋再往外面断 其实走到这里的时候 只要白棋这里正常应对 白棋提掉 黑棋沾上打吃 白棋沾 黑棋在中间为空 那接下来 其实白棋往右边打吃 把这里吃通的话 黑棋的目数差的 已经比较多了 后续收关 也不存在任何的变数了 那接下来 白棋出现了 非常致命的一个失误 白棋实战往这打吃 这一手棋那就直接出棋了 被黑棋往这翻打 白棋已经不行了 最终白棋又把这颗黑子提掉 然后再认输 因为这个地方继续走下去 黑棋就往这沾 白棋沾 黑棋打吃 白棋就直接死掉了 所以说这一盘棋 也是非常的精彩 一直在右下角这里的战斗 都非常的激烈 然后在下方的这个节 黑棋的判断出现了失误 黑棋本来有这个消解的机会 转换的话 黑棋这个局势是不错的 然后实战黑棋决定杀白棋 右上角大龙 但是最后黑棋完全落空 下方这块棋又死掉了 然后白棋右上角又火起了 最终想杀白棋上面这一串 又被白棋全部联络 本来是黑棋要认输的一个局面 但是最终白棋 突然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 在左边出现了一个非常低级的失误 导致被黑棋突然往这翻打 把白棋反杀 那白棋就直接输掉了 好 那这半棋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到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请我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